大家好 欢迎来到聆听这个频道 今天我要为你讲述一个故事 是一个关于二战纳粹时期 发生在德国一间小教堂的故事 让我现在为你娓娓道来 有一群人围坐在一起 听一位老年人分享一个教人揪心的真实故事 他说 正当纳粹大屠杀猖獗的时候 我是一名住在德国的基督徒 我从小就到教会去 我们曾听闻过犹太人被捕抓的故事 但很多教会中的人 却以冷眼和冷笑 来避开这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 这是一间小小的教堂 和玄伟的教堂建筑物相比 就显得不起眼 教堂的后面有一列长长的火车轨道 每个星期天的早晨 人们都会听到火车的气敌鸣声 和火车压在轨道上奔驰的声音 似乎在对大家说 让开 别挡我路 我有重要的事要处理 火车的声音从遥远的远方传来 近了 然后又远了 在一个平凡的主日的早晨 慌张的急雨洒落在教堂的屋顶上 远方开始传来了火车的气敏声 渐渐地向教堂逼近 这次来的火车不是一般的火车 而是载着货物的火车 火轨里传来了一些豪哭声和喊叫声 听起来是因绝望而发出来的求救声 教堂里的人开始知道原来这火车 是运送犹太人前往象征死亡的集中营去 犹太人仿佛深处赶入山傲之中 那刻教堂外的乌云像是后幕笼罩着 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 以及急躁的雨不断拍打着教堂的屋顶和窗户 教堂内有刚刚从车厢里传来的豪哭求救声 在这所德国教堂内回荡着 久久不能散去 每一次阻止的早晨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同样载货物的火车 同样的豪哭声渐渐逼近他们 他们耳中因为听见这些惨叫声 而开始感到厌烦 因为打断了他们的聚会 无法唱诗也无法专心听到 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做什么 但他们也相信实际上他们做不了什么 一周复一周 他们开始知道火车会在什么时候经过 于是他们决定大声地唱诗歌 来掩盖从火车厢里传来的求救声 当火车渐渐逼近教堂的时候 他们就以最高的嗓子来唱歌 若犹太人的尖叫声打到他们的耳骨 他们就会更响亮地唱着 直到犹太人伤心的豪哭声远离了他们 尝试的结果令他们觉得好说一点 因为他们听不见那些干扰的声音 在我们对这间教会的基督徒们做出评论之前 先让我们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在教堂里的敬拜歌声 会使他们觉得好说一点 他们是否以为当下进行的属灵活动 会更赢得神的称许 他们到底是更爱他们的宗教活动 还是更爱他们的主耶稣 教堂与主耶稣 宗教与主耶稣 我们千万不能把他们画上等号 因为无论是教堂还是基督宗教 都不是主耶稣当时候创立的 祂只是影响了一批人 成为祂的门徒 最后这些门徒为世界带来改变 我并非反对基督教 也非不赞成人们建立教堂 或在教堂内进行各种属灵活动 我是想要提醒每一位基督徒们 我们必须连结于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必须爱祂胜过于爱教会 或一切基督教活动 所谓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跟随主耶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与祂分离 我们不能将宗教活动取代的祂 在我们生命里的位置 如果我们将主的崇拜 各种侍奉都从我们的信仰中抽离 我们还剩下什么 这值得今日以打卡聚会 或侍奉为标记的基督徒们思考 因为我们是信靠主耶稣 不是信靠一门宗教 当年的宗教律法师 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宗教 才把他钉在死的架上 一群口称相信上帝 又在教堂里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和祷告的人 最终反而把上帝的儿子杀了 这是何等的讽刺 今日的信徒是否以为参加各种属灵活动 就等于跟随耶稣基督 就如当年宗教人士参与各种活动和节起 就等于爱上帝一样 如果是 怎么主耶稣会对他们说 你们心里没有爱上帝的心呢 基督教一切活动和聚会 是表达我们对主耶稣的爱的其中一种方式 也是一个训练场所装备我们自己 在生活中成为跟随主的门徒 活出他的教训来 这是好的 但是不要本末导致变成爱宗教过于爱主耶稣本身 然后离了这些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为了什么而活 爱宗教过于爱主耶稣的 不属于他的门徒 因为主的呼召是要人来跟随他 不是要人来追随一门宗教 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 请停止爱基督教 但一定要爱你的主耶稣 使他为你死了 他的血为你流了 如果你还会信耶稣基督的 欢迎你来信靠他 接受他 做你人生的救主 他能洗去你的罪 并给你永生的盼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